Hello大家好 我是Sunday小組的白姐 我是在兩年前受洗的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在 我女兒要考高中 然後可能是壓力大 所以她跟家庭的關係 有一點點衝突 那那個時候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只好就恩師姐就跟我說 就把我帶到小組 那我們小組是禱告的小組 那大家都一直在幫我禱告這個事 那我也親自來禱告神 為我女兒預備最好的學校 是她所喜悅的 然後預備最好的老師 感謝主她垂聽我的禱告 讓我們女兒在高一的老師 是一個基督徒 所以帶領她在這個道路上 在新的環境裡面 她可以很快的就跟老師 有比很好的關係 我覺得聖靈大大的提醒我 就是我們要看到孩子的好處 參加經歷神營會的時候 神也大大的來觸摸我 然後就覺得說我要用愛 用不一樣的眼光來看孩子 我的家庭我生活一定會變得不一樣 所以感謝主就從那次經歷神營會回來以後 我們家庭也不一樣了 我們跟孩子之間的對話 孩子跟我們之間的對話 真的就跟以前都不一樣 或許這別人覺得很小 可是在我覺得這真的是奇妙的恩典 在我們家裡面 其實在每次每個禮拜的首主月的時候 牧師常常都一直呼籲我們 我們要把自己奉上 要服飾 那我也有這樣的感動 我覺得 其實這樣看起來我覺得我可以做招待的服飾 因為我覺得我跟人之間的關係 應該都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我可以做招待的服飾 所以我就報名做招待 那在這裡面呢 大概經過了半年多 有一天Candy突然跟我說 白姐需要你來當我的組長 嚇到了我才做招待沒有多久 我就好我就開始禱告 我就開始禱告 那聖靈也覺得也給我感動就是 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雖然我自己心裡OS NO我不可以 可是好我要挑戰我自己 所以我就接了這個組長 那至於在一個禮物 這次聖誕節的服飾呢 其實是 我相信這也是神的巧妙安排 我就接受這樣的一個挑戰 結果我本來以為演戲嘛 就把 因為演媽媽嘛 就我是媽媽嘛 那我就把我自己表現出來就好 就不是這樣 哇演戲是這麼這麼的不容易 每個表情每個細節 跟團隊之間的合作 你們看到的沒有看到的 這都是環環相扣的 沒有一個人可以單打獨鬥 可以做成的 我覺得 很感謝主有給我這樣的機會 讓我覺得到 哇演戲是多麼 我們的劇團是多麼多麼的 多麼的不容易 其實在這個戲裡面的李媽媽 她是一個單親 一個先生不在的一個太太 那我呢本身 我是一個 我女兒常常就說我是 我不知道那天演完的時候 我女兒就是她 小組就說你媽在家是不是很愛演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 比較可能比較活潑的 那 我也覺得我家庭都很幸福 我的孩子都很好 那有沒有感受到李媽媽這樣子 就是因為有殘缺 然後又一個人孤單 我不知道 可是我相信我心裡面 我跟李媽媽一樣都有愛 我愛我的孩子 我已經把夏小雨跟Lawrence 以及那些小朋友把她當成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用很多很多的愛在演這齣戲 所以我覺得 我相信李媽媽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愛來對她 天天愛耶穌 就是要用你的熱情來追求上帝 天天愛火把 那就是當牧師要你來服侍的時候 不要拒絕 因為那將你將會得到更多的恩典以及祝福 還有更好的一個愛的禮物喔